怎么回事 刚才出来上是好的吗 快 快打120 第一例 Tagalo水的现象 今天我当主持人 我来采访一下 我对车什么看法都没有 就跟旅游一样的 你说怎么就怎么 那请问那个Fiat 500有否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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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痛 oh no 不有资金吗 911Taga 一种类型的人 或某一个具象的人 来比喻成这辆车的话 这个人一定是很绅士的 优雅 很有线条 很有力量 还有速度 她是小贝 你赞不赞成 可以 但我更希望你把说成是一个女人 因为一般是我在看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了 我昨天说了是一个女人的 到时候你自己看视频 去找答案好不好 好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酷笑 今天呢就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Chris出差了哈 前两天我们在提车的视频里面 介绍了我们曾经 或者是现在拥有的一些车型 大家好像 貌似 对我们的这种选车理念 或者是现在拥有车型比较感兴趣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看完 上个月刚提的一台992代的Taga 这个就是被誉为是最美保时捷 也是最美的911 当我每次选车的时候的话 肯定是第一眼的话 是要被这个车的外形 所吸引的 总有一个角度是最吸引你的 对于这台911Taga来说的话 我最喜欢它的角度 就是侧后方45度 翘臀 泥倒了万千的少男与少女 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里 刚才穿上是好的吗 快 快打样 听到受不了了 刚才略带浮夸的表演 给大家营造一个喜剧效果 但这个伤是千真万确的 昨天小朋友感冒 把车停到了路边上面 去药店赶上买药 前后可能就十来分钟吧 出来以后就发现了这个伤痕 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要不然付出了代价 让你追悔墨基 说到保持街911 我们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选配 第一个就是GT营的这个经典颜色 配了一个红顶 标配是个前19后20 我这个选择了前20后21 LED的动态大灯 选装了一个运动排气 博尔多红 双拼的内饰 黑色和红色 Boss的音响 这个是精髓 保持街精髓 SC的运动套件 叫Sport Corno 吸烟套装 虽然我不抽烟 但是这个是用来放这个背架的 底盘升降 主要是前桥的 可以抬起来 3厘米还是4厘米的一个升降的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这个车的话第一感觉就是 怎么方向盘那么小 而且特别细 低矮的坐姿 就有一种让你想要去身踩油门的这种冲动 内饰来说的话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总结的比较到位 就是说这个车不是营造的豪华感 而是一种驾驶感 今天确实天宫不作美 刚才成都下着瓢泼大雨 不能够展示开棚的这种炫酷的这种感觉了 就下班的时候的话 你把棚打开 放着歌 可以忘却一天的工作的疲惫 除了这个驾驶给你带来的这种爽感快感以外 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我感觉它不是在加油 就是在前往加油的路上 胃口很大 吃的也很精细 就在半小时前 我心还在滴血 我发现这个车的 A住的位置 在漏水 外面下大雨 里边下小雨 然后马上就跟CS店联系了 这是他们发现的第一例 Taga漏水的现象 我们的车友局里也问了一下 好像全国的车友里边也只有我这一台 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的话有没有跟我一样 喜欢把我自己的车比喻成一类人 911Taga 在我眼里的话 它就是 小贝 贝特汉姆 有力量 有速度 在自己的专业里边 足够优秀 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同时的话 它骨子里流露出一丝 英国的这种老绅士的味道 就很优雅 很得体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选择 Taga的原因之一吧 女性的话 我突然脑子里就冒出一个人物 Angelina Julie 有一定肌肉 身材 很棒 同时的话又有一股 撒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啊 我和Chris的话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 当我们买到这个911Taga的时候 在目前阶段 我们已经达到了 清理需求的一个金字塔的塔边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可能我们又有其他更高的追求的时候 又会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就还是不能躺平 永远要奋斗 永远要努力 请不吝点赞